高颂的清真室高塔顶部不断冒出烟雾 周围的民众害怕高塔倒塌 一边疯狂尖叫一边拔腿逃命 摩洛哥在当地8号深夜发生规模6.8强震 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的马拉克什旧城区 成为重灾区之一 CNN记者走进旧城区 放眼望去的只有瓦砾堆和被震垮的建筑残骸 为了安全起见 旧城区已经有三成的旅客撤离 整座城市几乎变成鬼城 当地居民整夜睡在街头的空旷区 就怕有更多余震 旅客更披露 摩洛哥当局根本没有给出指示 让游客和居民都不知所措 许多居民和商家陆陆续续涉嫌越过瓦砾返回家乡 评估损失 美国地质调查局对摩洛哥的经济损失 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戒 预估灾损将落在1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